每到冬季,吃火锅无疑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聚餐方式,热气腾腾的火锅里翻滚着各式各样的菜肴,连带着吃饭的气氛都有一种浓浓的暖意。 不过您或许不知道,吃火锅也是有方法的,如果吃的方法不对,那美味的火锅或许就会给您的身体健康带具威胁。 那吃火锅究竟有哪些讲究呢? 在很多人看来,吃火锅等同于涮肉,所以在点菜时会点大量的肉类,而对于蔬菜主食之类的,却只是随便点上一些。 其实这样点菜会导致营养不均衡。 那么点菜时,肉和蔬菜的比例多少比较合理呢? 那我们提倡的就是,一份肉类要配三份蔬菜,这个是比较理想的。 假如你说,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顿,好嘛,竟是蔬菜,没几口肉,有点过不去,是吧? 至少咱们说一份肉配两份的蔬菜,这样基本上还可以比较平衡。 按照膳食平衡的原则,吃一份肉类,至少需要两份蔬菜与之搭配,而且最好边吃肉边吃菜。 几乎所有品种的蔬菜都可以与火锅和谐相处,但其中,对身体最为有益的当属绿叶蔬菜。 绿叶蔬菜可以供应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,也能够部分消除大量吃肉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。 肉类里边主要是以蛋白质和脂肪为主,对吧? 它几乎是没有碳质化物的,但是菜里边呢,就正相反,它的假钙免元素非常高, 它含有维生素C啊,胡萝卜素啊,膳食纤维啊,抗氧化物质啊,等等。 所以食物呢,它是一个合理的平衡,你不能只顾这一头,不顾那一头,对吧? 所以说,这两样东西如果平衡好了,至少咱们中用一点,咱们就不说一比三了, 至少咱们说一份肉,配两份的蔬菜,这样基本上还可以比较平衡。 吃火锅时,人们其实很容易吃多,很多女食客都会轻易地吃下三四百克肉类, 这其中所含的热量在一千千海以上,相当于三碗米半的量。 而我们一般涮肉点的都是肥牛肥羊,他们的吃方含量在百分之三十以上, 经常这么吃,长胖就不足为奇了。 那么,通过少吃主食,甚至是不吃主食,来增加肉粒的食用量是否可行呢? 很多人呢,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,根本就不吃主食, 他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拿肉就可以当饭吃了, 或者拿鱼片什么海鲜就可以当饭吃了,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,咱们中国自古以来讲五股为养, 那么五股它所提供的营养是这些鱼啊肉啊蛋啊,是不能够去替代的。 主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,肉粒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, 它们对于我们身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,也是不可替代的。 可是从消化上来说,淀粉更容易消化, 而过多的肉类会给我们消化吸收,带来很大的压力。 淀粉呢,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是一个清洁能源, 也就是说拿淀粉变成这个二氧化碳和水,放出来很多的能量, 这个能量呢,不会产生什么垃圾、废物。 所以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呢,实际上是比较轻松的。 但是如果我们拿肉来当饭吃呢,因为那里面没有淀粉, 那么它是必须要用蛋白质和脂肪来作为能源的。 但很遗憾的是,这两种东西呢, 它在做能源的时候,都会带来一些代谢废物。 这样也是给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带来好大的麻烦。 其实就吃火锅而言,主食不仅不能碾,最好还要先吃。 可是吃火锅先吃主食,虽然从科学上来讲没有什么问题, 可是实际操作上却不太可行。 那该如何处理呢? 上来就吃完米饭好像显得挺不聊的,是吧? 而且请客手也是很说不过去。 所以呢,我们就建议说咱们曲线救国,咱们用一些其他的食材, 比如说山药片啊,土豆片啊,什么红薯片啊,这些东西。 它里面不是含有一些淀粉吗? 既含淀粉,又含维生素C,又含维生素B,又含钾等等, 有很多好东西。 用它来替代这些米饭啊,馒头什么的,其实营养还是很棒的。 很多人认为,在涮锅的过程中,蔬菜肉类的营养都已经渗入到了汤中, 所以火锅汤最有营养,尤其当锅底是军汤或者是老鸭汤这类比较清淡的锅底时, 在最后一定要把汤喝光。 可以有人说,火锅汤有毒,究竟火锅汤能喝吗? 假如说呢,我们是非常偶尔的食一丝火锅汤很好, 假如鸟经常吃,又不能不在意它这个麻烦了, 因为火锅呢,涮的时间长了以后呢, 它一个是呢,会溶解进去很多的硝酸盐。 那么在长时间煮的过程中, 其中一小部分硝酸盐呢,就会变成亚硝酸盐。 亚硝酸盐的外观及滋味都与食盐相似, 它是一种剧毒物质和致癌物质, 成人摄入0.2到0.5克,即可引起中毒, 3克即可致死。 这个东西本身有一定的毒性, 但是呢,如果用的量特别严格控制, 它也不会起到明显的什么致癌的作用。 长时间煮的火锅汤里,亚硝酸盐的含量非常低, 少量食用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。 当然,除了亚硝酸盐的威胁, 还有一些人不适合喝酒煮的火锅汤。 在煮的过程中,肉里面的成分也会融出去啊, 对吧,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像一些飘零类的物质, 融到汤里面去,而且它的浓度会越来越高, 这样的话呢,痛风的病人就不太合适了, 还有高尿酸血症的病人, 它们都是要控制飘零的摄入量的。 在吃火锅的时候,很多人会忽略掉火锅蘸料, 一小碗蘸料看起来显得很不起眼, 其实选蘸料是很有讲究的, 因为不同的蘸料它的成分都不一样。 正是由于这些蘸料的不同成分, 从身体健康的方面来说, 不同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蘸料, 我们该如何选择呢? 假如您是一个想增肥的这种类型, 那您可以选芝麻酱的蘸料比较好, 为什么呢? 因为芝麻酱虽然是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,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高啊, 但是如果说你找的是香油这边, 那油里边除了有脂肪和维生素, 别的就没有了, 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相对而言就会低一点。 那假如说您是那种怕长胖的人, 而且已经三高了, 可能就是选海鲜汁会好一点, 但是你注意它这个咸度稍微往低一点, 调, 那无论用哪种都要注意, 就是稍微少摘一点。 我们在吃火锅时, 所有的菜都是从沸腾的火锅汤中捞出来的, 因此这些菜的温度都非常高, 有些人比较能够吃烫的食物, 稍微晾凉就吃下去了, 其实这种吃法对于肠味来说非常危险。 你看这个肉类一到那个烫水里边, 它就会变色, 对吧, 这叫什么, 这叫蛋白质变性, 它就熟了, 你吃很热的食物, 也会把自己的口腔黏膜和食道黏膜烫伤的。 太烫的东西吃下去, 会对肠胃带来危险, 吃火锅时太凉的东西吃下去, 同样让肠胃非常难受。 因为我们吃了那么多油腻的食物, 高蛋白的食物, 在胃里边应该说是很沉重的, 对吧, 那么它的消化负担非常重, 这个时候需要增加血液供应, 加足马力, 促进这个胃的运动, 是吧, 咱们老说什么胃动力啊什么的, 现在你一下子吃那个很凉的东西以后, 就会造成血管的收缩, 血管收缩以后, 它的动力就会减弱, 消化液分泌会减少, 这样不利于我们的消化, 对于一些敏感的人群, 可能还会引起一些痙磷之类的, 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。 酒文化是我国比较流行的文化, 无酒不成习, 浓烈的火锅配上白酒, 这种大口吃肉, 大口喝酒的感觉是很多人喜欢的, 其实在食品专家看来, 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推荐, 甚至应该反对。 因为酒类, 它本身就是促进血管的扩张, 然后也促进血脂的上升, 而且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。 同时你吃进去那么多的肉, 实际上也是促进血脂的上升, 也增加肝脏的负担。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血上加霜的这么一件事情, 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, 我们就建议更加不要这么吃, 一个是减少肉的量, 增加一些蔬菜的比例, 另外就是尽量少喝点酒。 火锅可以说是一种加工环节最少的烹调方法, 只要原料锅体质量有保障, 火锅确实可以健康地吃。 可是如果在吃火锅的过程当中的方法不对, 即便是食材和烹调方法都很健康的情况下, 我们依然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威胁。 我们能在吃着美食的情况下, 又能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健康和乐而不为呢?